徐天 刀立 喜劫良缘 不是 这么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小丽知道吧 比你早知道 你行了 你别想了 你现在跑得晚了 我告诉你全言成一半的朋友 都在里面喝上了 走 继续 龙龙 谢谢你 龙龙 谢谢你 走 走 走 等一下 妈 妈啥妈呀 没事 我就叫你一声 我听见了 这么大的事 你是不是 给我点时间 你要我准备一下 里面有这么多人等你呢 你要准备多久 两秒钟 我们开始 接着你 接着你 好 接着你 新郎官来了 新郎官来了 大家可都等你了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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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结婚 大家随便喝 开心 谢谢 这酒啊 可以等你和新娘子来了一起 才能喝 没错 我们等不及了 要见新娘子 这新娘子 不是天天都见吗 今天不一样啊 是啊 不一样啊 那行 那等我 等她来了 我们一起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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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啊 坐啊 等我啊 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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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啊 他今天一定要把这灌醉啊 丽姐 听哥来了 他怎么说 什么也没来得及说 阿姨一路拉着他 少弟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多好的事情啊 早晚的事 你看 阿姨给你设计的怎么样 我不说 小红 你出去帮忙照应一下啊 这我还没忙完呢 好好好 我一会儿进来啊 好 那个 那我呢 我怎么办 谁让你跟进来的 我同学 来应聘的 对 我面试全校第一 两年都第一 阿姨 你到后处找宽师傅啊 我刚来我就干活啊 人家都在那儿吃酒席呢 包子 让你去你就去 行 把它带下去 你来上海提冷冻机的 还是叫我回来的 是提冷冻机的 都要结婚了还提什么冷冻机啊 店里要用啊 这么大的事啊 你们就瞒着我一个人 你做啥 难道你还不愿意啊 我 我车它要是晚点了呢 我要是回不来呢 我就防着你不回来 这大城市有啥好啊 我们阴城不也很大吗 那是莫名其妙 自己家就是开酒楼 那你跑上海开啥酒楼啊 我告诉你 你回来就不许走了 脚长在我身上 我能走回来我就得走回去 走一个试试 外面所有的人 都是来喝你洗酒的 你走一个试试 喝 我喝完走 你喝完水跟我登记 小丽都是你媳妇的你还走 差不多了啊 行了 你该收出心了 把心收起来 喝完洗酒进心房 明天后厨就是你的了 先跟宽师傅学习学习 明年给我生个孙子 后年再给我生个 我就跳跳舞 你和小丽 你和小夫妻两个 人人家族小日子 多好啊 傻啊你 我学的专业 她不是生孩子啊 你什么我在这儿放屁啊你 生儿育女传宗兼奈 是中国的传统 每个人都有责任的 真是马不勒要风 龙不群不服 我看你马也不是龙也不是 你偏要学那些不着边的 等以后你想起这些事 你还要来谢我呢 妈 你声音比我还响啊 赶紧老老实实出去 帮我把事情给办了 今天晚上酒敞开喝 喝吐了最好 把带回来的煤气都吐掉 魏蓝 我进来了啊 你赶紧 你让他们两个说说话 说什么 我晚上九个要说了 你赶紧说 你在这里做啥啊 四姨要进去 给天哥和丽姐排练 我怕里面话没说完 去吧 你倒是蛮活络的啊 四姨是谁啊 我堂哥 就是那个穿西装 在布置现场的那个 他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情 我没给现钱 用的都是酒楼优惠券 这优惠券不是钱啊 你笑着啊 就是小气 笑着 那这衣服 行 把衣服换了啊 过来就开始了 好 这礼服怎么这么丑啊 你不喜欢你布穿 布穿怎么携啊 你们这事弄的叫先诊后纵 你知道吗 阿姨不让我说 我本来心里忘了就要死 你又不高兴 那一辈子就一次 我哪儿不高兴啊 明摆着呢 你听见我妈说的了吗 结完婚就不让走了 油盐降素就这么一辈子 难道上海开饭店不也一样吗 不也油盐降素吗 行 我跟你说不清楚 是不是我要不去找你 你就不回来了 你是不是承认了 就是去上海叫我回来的是不是 我一句也没说 你要是非得觉得我在骗你 那就会不解了 你说什么呀 不解了 你还赌气了 我被你们蒙在鼓里 我都没地方找谁说去 那人家结婚都开开心心呢 你有什么可烦的呀 这么年轻干吗结婚呢 你听见我妈说的了吗 生两个孩子 我还生二十个呢 这一辈子糊里糊涂就过去了 你是不是在上海 不要跟她的一样 你都在那里 你现在都在意的 这是就这个 我想不到它 你怎么在意的 你怎么在意的 我其实在意的 你怎么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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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是我老婆 我想做事我不想在家待着 进来 新浪新娘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要不要彩排一下 彩排什么呀 庄严的时刻 一生的承诺呀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 没有 那我就按套路走了 对了 戒指准备好了没 有 有 一会儿你们两个要互换戒指 具体的替我安排 你有戒指 你怎么会向前来买戒指 有 你不应该是 我只是想要 我也不应该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啊 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环节 新郎徐天 你是否愿意娶你身旁的这位新娘刀立 无论今后疾病 健康 贫穷富贵 都会用你的一生去钟爱她 关爱她吗 我愿意 那么 新娘刀立 心与心的交换 爱与爱的交融 为了记下这永恒的瞬间 现在请二位新人互换婚件 我真是忘了 婚戒啊 是有情人爱情的信物 也希望这两颗小小的同心缘 能够将二位新人的心啊 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您好 不认识了 认识都这么熟了 昨天我不小心打坏了 样板件一个花瓶 不好意思啊 跑了 特地买回来一个赔给你们 哪个样板件 就是一居室 长达那个户型 你别搞错了 我们这还有两居 三居 五居的呢 你有进去过吗 没有 不会错的 没关系的 拿回去吧 我想放到原来的地方去 赵小姐 你逛设楼书当逛街了吧 那道房子我有记录 你逛了十七回 你说你逛街 试衣服试来试去不买也就算了 我接待你十几回 帮你赔了一个花瓶 完了我奖金还没扣一半 对不起啊 你对不起有啥用 大家都是打工的 你买不起就别买 你连看都别看 你看完以后就会想 想想心里就不平衡 你不平衡就来捉弄我这种人 有意思吗 没意思 行平衡一点吧 什么命就是什么命 以后别来了 你还站在那儿拿做啥 你难不成让我到天底一顿晚饭 我自己都不吃的 花瓶也拿走 我记得就想想拆 Stefano 对不起 给你 我记得是吗 那流 invisible 在那儿替我家做啥 你下次 majors 谢谢 谢谢 新郎 新郎 来来来来 快来进王叔叔叔 来来来 新郎官来了 王叔 来 新郎 新娘来了 恭喜 您辛苦了 同志们辛苦了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 这个 来我给您再买一碗 行了啊 您受累了 再给您买上 再给您买上 好了 师姐 你听话 我祝您啊 乌如东海 寿比南山 你这怎么说啊 你还要少喝点 别喝了 干了 爸好 月圆 早上 贵子 这句话说对了 来来来 你干吗啊 吴 我没做对 新郎 王叔 别人还能喝啊 别人还能喝啊 别人 再来再来 好了 好了 我让你干啥来的呀 什么喝酒啊 你你东西呢 东西带来了吗 就是 喝洗酒 不了 我让你带的东西 带来了没有 不好 不好 洗儿 快快快 把它弄进去 把包拿上来 来 走走走 醒醒啊 你别睡了 你这酒糊涂 你喝那么多酒 干啥呀 你一会还现场办公呢 你来来来来 刀总 你进来干啥呀 我刚才在后厨蒸立锅馒头 我想让您尝一尝 你自己吃 我看看您这儿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把徐天给我弄进来 好 快去 好嘞 好嘞 老王 快 快 起来 你起来 你起来 你起来吧 这不在这儿不问啊 这什么 妈 那个 大喜 百年好喝 白东西了 好了 好了 同意同意 把他给弄起 现场办公 醒醒啊 王叔 王叔 醒醒 起来 太张了 王叔 起来 老爷子 我们起来了 起来 王叔 来 快 快 快 老王 你醒醒 老王 王叔 醒醒啊 我们刀总叫你呢 未来啊 这儿呢 未来 登记表带来了吗 包里 包里啊 来 红本呢 红本 在 在吧 登记表 张呢 公张 包里没有 公张呢 在办公室保险柜里 你啥 你不盖上你交啥现场办公吗 你这不糊弄我吗 我家的公众 怎么能随便拿出来 是不是 红本都带来了多多起来 明天 早上给它盖 打一遍 借 Back Down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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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玩我 事儿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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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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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喊了 喝什么喝 你快去 你小心 还吐吗 不行 赶紧快 你快快快 你千万别吐床了你 这可是昏床 小心啊 来来 快放开 快放开 来来 快放开 来来 来来 你快就舒服了 你别吐 吐不出来 这这这这这 又咽下去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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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 你说吧 你们两个赶紧去酒楼 那边有客人需要照顾 好 那个 大道总 那我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你先去吧 去着再说 你先跟我走 我去哪儿啊 我这住的地方都没安排 我东西都没地儿搁呢 不是 徐天 徐天 你快醒醒 你怎么 出去 要不然 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 对付一下我爸 那个 他在学校喝多的时候 我经常这么照顾他的 我没事 走 走 走 怎么那么不懂事 人家急要困 走了 徐天啊 走 阿姨 你看 还阿姨呢 没登记 明天一样 你别去酒楼了 好好照顾他 好 我应该去哪儿了 我怎么回事啊 他在家中 他没想到 他那边 他没想到 你自己 Coco 能不能弄 他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去看我们看过的样板间黄花瓶 心里难受 什么花瓶 算了 不说了 不说 我们打碎了一个花瓶 对 我们打碎了一个花瓶 我买了一个 想去赔给人家 是 花瓶人家不要 我心里就是难受了一下 别人也不知道房子的事 十天 十天你在听吗 嗯 他睡着了 他醒了让他打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小丽 她不吐了 睡了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回我自己房间 新房在这里 你 好吧 明天上午去登记 有心事 没有 把心放在肚子里 这里是她的家 喜酒都喝了 她还能降到哪里去啊 等等 你到新房 把她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 还有你的身份证都一起给我 想走 我看她怎么走 到上海没有身份证 想自己开饭店 她想也不要想 除非她和我们有仇 宁愿出去打黑工 做三 我 你 你 我不行 你 你 我 你 我 没有 我 你呢 走吧 我有事要跟你说 出去说 徐天的活动签了 昨天我跟他打电话 说他后来一个女的接的 你打电话问问 如果那个女的是他女朋友 跟他解释一下 解 解释 有什么可解释的 那算了 我上班去了 那个既然合同都签了 是不是该谈店铺啊 那个地址呢 我一会儿发给你 浙江路有个店铺在出租 从外面看不错的 谁 谁去谈 我 我去 不是 这种事我不太会啊 徐天堂 他是法人 他不在 等他回来 你们和我做什么生意啊 开饭店 开饭店 我怎么不知道 有没有那个四川小姑娘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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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跑跑腿 他们吃肉 我喝着汤 合同都签了 百分之三十呢 徐天堂又不在 我们都得上班 你不找店铺 你好歹跑跑工商局吧 你们怎么弄在一起呢 宋贺延年 宋贺延年 考虑得怎么了 要不要我把单子拿过来 再让你看看呀 不许她 肯定是什么 又没见过 她 case 行吗 不知道啊 算你真老奥 让喜儿等在门口 喝完粥直接去等剧出 我去看看啊 喂 喂 醒啦 快点起来 刷牙洗脸吃饭 我先接个电话 你们先出去一下 快点 喂 怎么了 子 子惠说你把合同签了 两个女的只管自己上班 你倒好回老家去了 合同签完好 咱没这回事情一样 我马上就回去了呀 我在工商局呢 人家不给我注册 说是缺那个 反正就是缺材料 你缺什么材料 你去问赵子惠啊 我又没她电话 你打给她 我在这里等 知道了 你胃难受吗 不能受 那快吃吧 吃完出门 昨天有个女的给你打电话 你话没说完就睡着了 谁啊 我没问 她就说什么花瓶房子什么 还说什么 心里难受 我正要打电话给她呢 吃完你边吃边打呀 我打完再吃 那个女的说 心里难受 嗯 进来 小胡他们组的搬运货单 要马上出 你这个呢 阿滴项目的明细报告 你看完我再交上去 来进卖出的额度还是一样吗 嗯 稍微改一改吧 啊 改不了了 就在这儿接 话还没说完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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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慧 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 睡着了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后面是个女的 不知道是 我女朋友 哎 你别挂啊 邵仲现在在工商局 人家不让住室怎么回事啊 等一下再说 邵仲他现在就在那儿呢 啊 哎 注册公司要经营地点 注册资金租赁合同 法人和股东身份证一样都没有 去 去工厂去干嘛呀 那可以先找店面啊 行 我下班去谈 先挂了啊 徐天 路边小店啊 嗯 是 合同签了吗 是 合同签了 就有责任义务 共同的利益 共同方向 怎么摆脱 你不是要去巴黎吗 我没想要摆脱什么 只是初期帮他们的忙而已 你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除了你 我没有其他朋友 玩力成本的额度 为什么不能改 你想怎么改 之前是 比成本高出十六个点 半年内完成交易后 分三次汇入您的户头 前提是半年内有一到两项交易 与这两家后续 十六点太高了 改成五到六个点吧 买家和卖家都已经出单了 重新估价他们会有麻烦 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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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话吧 那个 吕总有说 去巴黎的事吗 你如果不想跟他接触 晚上我再跟他谈 没关系 他不找我 我找他也可以 来 邵仲 贾小朵 赵子慧 还有我 我们四个人 都是股东 我们准备啊 开一个小饭店 我做法人 我们计划呀 是三年内开五家连锁店 赵子慧和贾小朵是谁啊 股东啊 从哪冒出来这两个人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 办完事我还回上海 回上海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 你说走就走啊 人家结婚蜜月还要一个多月呢 少丽跟我一起去啊 小丽你去吗 我不去 你看 不去算了 你真好是吧 我告诉你你想也不要想 身份证户口本我都收起来了 还想开饭店做法人 你啥证件没有你还做什么法人啊 你到上海做黑户打黑工还差不多 朗朗实实下午去登记 在家过日子 妈 你看 我都成年了是不是 你今天真漂亮 这小偷心 行行行 耍给我打岔啊 您呢 什么时候给我呢 结婚登记过 才算成年 我现在就知道 生完儿子当爸爸才算成年 今天晚上就好住在一起了 知道了 不是 你要是不给我身份证的话 我回上海 我 我给他们三个打黑工啊 回上海 你现在上海都变成回了 你说 说清楚 到底哪里是你的家 这里是家呀 但我得创业呀 你喉咙不要这么想好不好 想造反呢你 小丽带她去登记 现在就去 气死我这家伙 气得我学直往脚上冲 走啊 你做啥 你做啥啊 结婚登记下要你命啊 你做啥啊 走啊 对得起小丽吧 下来 她今天不在 请进 好的好的 行 先不跟你说了 先挂了 拜拜 王鹏举在吧 啥事啊 到这儿还有啥事啊 登记啊 喜谈呢 阿姨忘带了 改天给你送过来啊 那不行 登记不了 为啥 老王昨天晚上喝喜酒 把保险上钥匙弄丢了 你们明天再来登吧 恨不得弄死这老王 不用弄 他已经喝得剩半条命了 在医院里挂盐水呢 你俩看我干啥 下午拍结婚照 明天再来登 我回酒楼 你干啥 kon 欺乱 你想干啥呀 走 好 谢谢 没事 严总 麻烦先出去一下 好的 我的办公室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随便进出 不好意思啊 以后我会预约 什么事啊 我马上要出去 和DMG的萧总约了喝早茶 行 那我就直说 越直接越好 赵紫辉找我了 赵紫辉是你的私人助理 天天和你在一起 一天找你十八次也很正常 她想提前去巴黎总部 部门本来推荐的就是她 现在有这个机会 她要提前离开 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我口红 画得厌不厌 这几天 让你和赵紫辉 折腾的人都憔悴了 眼袋都掉下来了 我要去美容 你们给我报销 开玩笑的了 看你给吓了 你的意见呢 这是公事 我会考虑的 你这玩意拐得也太大了吧 你不是说了吗 用爸妈来看缘分 我反省了 是我太心浮气躁了 对你和赵紫辉太强势了 我道歉 我也会专门找赵紫辉去道歉 私事归私事 不影响工作 那你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如果你想待一会的话 记得待会儿门关上 你看你 就是对赵紫辉的事上心 去巴黎总部 不是我点头就说了算的 部门长推荐 我一定会认真考虑 我会亲自去找他的 好吧 即可 YDH 吳总 好的好的 我马上叫他 子慧 电话 哦 谁啊 谁啊 女王吕总 吕总 喂 你在我办公室打开右边的抽屉 有一个蓝色封面的竞标书 给我拿到西郊庄园来 我 对啊 快一点 您办公室我怎么进去 你推开门直接进去就行了 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一下 要不然到时候找不到你人 1580201 行了行了 我记不住 你要也要只有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 到时候到了给我发信息 女王有差钱 快忙吧